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有认识林戴安的人士形容他为人很好 一直为桂敏海岸努力 被收买的可能性很低 事件曝光之后 瑞典社会舆论纷纷 左翼党领袖舍斯泰特指这是一个特大的丑闻 一名瑞典大使协助独裁政府企图让政治犯的女儿沉默 而另一些批评者甚至质疑瑞典外交部是否真的不知情 瑞典电视台曾要求当局提供林戴安和外交部之间的邮件通讯 瑞典驻华大使馆提交的四封电邮文件 却掩盖了部分内容 惹人怀疑是否隐瞒了什么 事实上 如果林戴安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安排密会 不排除将面临遭到监禁的可能 资料显示 58岁的林戴安毕业于瑞典南部的隆德大学 该校以法学及科研文明先后出过四位诺贝尔奖得主 林戴安从政之前曾做过新闻记者 能操流利的英 法 西班牙 意大利等多国语言 对中国略有认识 林戴安的政治生涯始于1990年 最初进入瑞典外交部实习 曾担任瑞典驻印尼大使馆的二等秘书 1994年在瑞典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工作 2000年初她成为瑞典驻越南大使 后来当上了驻墨西哥大使 2011年到2016年间 她被任命瑞典气候大使 在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上 担任瑞典首席谈判代表 2016年9月 林戴安担任瑞典驻华大使 根据桂明海的女儿的说法 当自己遭到中国商人警告噤声 在旁的林戴安表示 中国可能会惩罚瑞典 并说服她配合要求 说有两名商人 处理桂明海事件是最佳的方法 究竟是林戴安为人单纯 错判所谓的中间人能帮上忙 还是别有内情呢 曾担任香港城市大学访问 罗多毕声称 跟林戴安相识近两年 他说林戴安一直为桂明海岸努力 想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认为她被收买的可能性和机会都很低 并表示她人很好 可能是被骗了 在被问到林戴安对中国有多了解时 罗多毕称 他上任中华大使前 对中国的兴趣不大 但上任之后非常努力 不认为她有恶意 只是判断力差 对于是如何认识中国商人的媒体询问 林戴安没有回复 报道说 因被怀疑有亲北京的举动 而被吵得外国众议 作为美国驻上任的美国驻华大使 林戴安并非首例 上个月 时任加拿大驻华大使的麦嘉莲 就因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案 发表争议言论 遭到加拿大政府的勒令辞职 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分析员 吕里希表示 林戴安的做法极不寻常 酿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丑闻 与麦嘉莲事件相比 林戴安案更为突出 他认为 林戴安事件导致中瑞关系复杂化 这样无助于桂敏海 也不利于中瑞双方的关系 据报道 瑞典公民桂敏海 曾经是前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老板和出版商 因为出版了一些被中国视为政治敏感的书籍 2015年10月在泰国遭神秘失踪 在国际社会强烈的反应下 桂敏海几个月之后 出现在中国官方电视上电视认罪 随后被关押了两年 三年多过去了 桂敏海仍然被中国政府扣押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